12月美国通胀的数据出来 CPI和核心的CPI同比分别是6.5和5.7 符合预期 首先这个趋势肯定是不错的 CPI的环比现在已经是附属了 我以前视频里面说过 去年的基数比较高 所以说预期接下来几个月都会是这种下降的趋势 其次这次CPI的负增长主要是在哪里呢 和11月一样主要是靠的 大家看能源和商品的通缩 尤其是能源下降的特别多 我们知道去年原油的价格是上半年都在涨 商品也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说同比来看 今年美国的农员和商品对通胀的制约 至少还可以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 第三 这次CPI正增长主要靠的是什么呢 最大的就是房租 环比是涨了0.8% 上个月还只涨了0.6% 我前面几天有视频专门讲过 这个CPI的房租和实际的房租的区别 以及预期CPI的房租什么时候可以下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就不多说了 不过我这两天看到房地美 有一个数据 说美国人在12月买房的情绪指数还提高了 前面可一直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得重点观察一下 除了房租正增长最多的就是医疗服务 还有就是食品 医疗服务就不多说了 食品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就是美国的鸡蛋的价格是涨得最厉害的 12月的环比是涨了11.1% 是所有的涨价的商品里面最大的 纽约时报有研究说 这是因为美国人正在经历禽流感 看来这种鸡蛋的高价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后总体的感觉就是能源的价格 在带着美国往通缩的方向走 人工的工资又带着美国往通胀的方向走 这基本就是高工资低物价的完美的模式 但是从美联储的角度 大家可以想一下 美联储会因为汽油和商品的价格跌了 而服务的价格在不停的涨 就停止加息转向 我感觉是不会的 所以说这次的数据并不是特别的利好 接下去美股的走势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稍微谨慎一点 大家说对吗